北京时间14日的早间 就是一条消息 确实让不少的人都陷入沉思了 就是人人公司宣布 它的子公司北京千项网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已经同意将其所从事业务中的人人网社交平台的业务 相关资产以2000万美元的作价 现金加上这个4000万美元的股票予以出售 所以估计很多的这个同学们就要一网稀洒一把热泪了 人人网难道真的就这样卖了吗 这个就是这两天很多同学们的一个问题 我跟你说这个洒热泪的就是我呀 洒热泪的是你吗 对对对 这个人人网你是在人人网上成长的同学吗 是虽然说我现在好像应该来说很多年前就是把它就是不玩了 我也是就是那个账户可能就就是冻掉了 冻结了 冻结了 但是呢它当时是代表着我们那一段的青春呢 确实 它上面记录了我们多少的回忆啊 对 而且我说我觉得有段时间是每天你都会天天着急要上这个人人网上人人网上 然后就是看同学们 今天发了照片还有谁丢了东西了 或者是说大家要在哪里集合了一起出去玩啊 所以那个时候会感觉说人人网永远都会存在的那个样子 应该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它不在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其实啊在十年之前呢 这个人人网的前身啊是这个校内网 那真的是一个每天必备的一个娱乐项目啊 也是打开了我们一个社交的一个新通道 虽然说啊当时是已经有了比如说像QQ啊 MSN啊这一些社交软件 但是啊这个校内网还是打开了学生的一片天空啊 因为当时我记得每天早上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吧 每天早上一起床 哎开电脑的第一件事情 先上校内网 然后上校内就挂在那了 就是你要等待他随时会给你谈出什么什么小提示啊 小框框看谁找你了谁夹你了 或者是你可能认识的人上面有哪一些新的一些你想要去了解的一些人啊 对对对 完全感同身受 我觉得当时这个就像一个磨合一样 每天早上都是带着期待的心情跑来去 马上要上校内 上了校内以后就看今天大家还有什么新的事情啊 所以其实说到我们跟一晚 我们两个人刚才聊到了这一段经历 不少九五后是没有那么了解 你这种每天带着期待醒来的心情 然后去就是找同学玩的这种感受啊 所以说这就为什么人人网的这个出售 会引起一票大哥大姐们的这个叫做一网西的风潮 因为毕竟就是你这个青葱岁月里边啊 朝夕相伴的这个工具啊 它还是非常值得纪念一下的 这个人人网这个前身校内网呢 它就是创办于05年的12月 美团点评的CEO王兴其实是创办人之一 2006年的10月份呢 陈一周就是他现在的这个主宰者啊 创办的这个千项互动集团收购了校内网 2009年呢校内就变成了人人网了 开始了一个新的社交时代 2011年人人网登陆到美国纽约交易所 一度的市值是仅次于腾讯和百度 你想想我们这作为同学 同学对我们贡献多少力量 我觉得这是不是暴露了我们这个 这个有点 这种感觉了 因为我觉得现在90后不一定能理解 我们现在为什么会谈到这个人人 谈到校内的时候会如此的激动啊 确实是 因为确实在那个时候 你看看这个刚才我们俩还在聊 更新换代有多快啊 对吧 校内那个时候是特别新鲜的一个东西 会吧 就是大家都会在上面玩 而且是集中量很大 全中国所有的大学 你想想看 现在的小孩在玩什么 王者荣耀啊 这些联机的一些游戏啊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玩的是什么 是偷菜 对 真的是这样 我每天都会玩这个 在那个校内上面有一个小链接 那个小程序啊 什么的 其实这一部分 它有点像小程序 现在的这个小程序 所以当时就问他 今天你偷菜了吗 这句话真的是在2009年的时候啊 这个是曾经风靡全国 令人很多很多人是废寝梦实啊 甚至现在是半夜 订个闹钟 你会爬起来 然后呢 去要去收菜 为什么呢 这个小游戏 它其实啊 就是在这个 你在这个互联网上面 种一片菜地 它每隔了这么多个小时以后 它必然会长成 然后你要去收割 而且不收割这时候 那个果实 都被别人偷了 就拿走了 对 你就白劳动了嘛 所以你必须卡点收嘛 所以你这个晚上三四点的时候 你可能就得起来 收一轮 你有听过这个闹钟吗 没有 我这是 老年人的生活 怎么可能会去订闹钟吗 对 我真的是有见过 晚上订闹钟起来 去收菜的 而且是乐此不疲 所以嘛 有一次就真的 就是我那个时候 我妈就有一次就问我 她说 你有偷菜吗 我说 什么叫偷菜 她说 我看那个电视新闻说 说这个偷菜 这个游戏特火 然后现在所有的这个小孩啊 都是大半夜的闹着装不睡 起来去偷菜 是吧 她说我看你有没有 你看 所以真的就是风靡 可以说风靡全社会 这个游戏 没错 然而这个好景不长啊 四年之后 2013年7月的时候 人人是下线了这个 开心农场 这款偷菜的小游戏 红遍大江南北啊 巅峰时 它也是曾经是拥有了 上亿的用户 如今也是成为了 我们回忆当中的 那些年而已了 是不是特别后悔当时没有三四年起来偷菜 我就应该去你那块菜地去偷你两块菜的 确实 你说其实这个很多人是通过这个偷菜啊 彼此之间成为了朋友 然后还特别的亲密的朋友 彼此偷菜彼此赠菜等等啊 认识了很多人 认识很多人 所以说呢 这个很值得回忆吧 事实上2014年啊 以后这个人人网 它有过许多的尝试的 但是呢 都以失败告终的 2015年的人人啊 它这个分期 还有就是分期 还有人人理财 都导致这个营收都开始下滑了 所以说它净亏损就超过营收的5.35倍啊 在2016年 陈一周就面临到这个财务危机了 那转型直播也陷入了市场寒冬 那刚才我们都说到说 当年让我们有趋之若鹜的 这个校内网啊 转型成人人网 漂亮的到美股上潇洒走了一回 但很快呢 这个让我们这些用户感叹到的是 当时这个校内变成人人以后 就其实是在慢慢的逐渐 就失去了自我了 其实这个问题 我脑子里面是思考过很多次啊 如果说它当时不改名 就只做是校内网 就是服务于这些高校的学生 而不是走向社会 面向一个全社会的这样子 还是这个校内 而不是人人的时候啊 你说它这个最后啊 到现在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呢 但是啊 商业其实就是一只玩 弄了欲望的一个抓手啊 就是有人赢了有人输 那毕竟啊 不是所有的事 都是靠着欲望和演习来成功的 要不忘初衷啊 在资本面前也许才是更加有利的 没错 其实说到这个人人 校内人人吧 他现在这个名字叫校内人人网 可能他有 有可能是心态大而力不足 所以曾经啊 就是刚才我们聊到 他想抓住全年零层的人 但最终也都成了一场幻影了 在放弃校内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失去了一个 自己最大的亮点和优势 那现在去想一想 这又是何必呢 其实小而今何尝不是一种美 对不对 而不管怎么说 人人网以低价 这个把自己出售了 还是让人感叹就是无限的唏嘘的 没错 那么在12年前 陈一周从王兴的手中是买下了这个校内网 据说当时的价格是200万美元 而现在王兴再创业做的美团呢 已经在港股上市了 市值是达到数百亿美金啊 那么现在的人人网早就已经没落了 今年8月的时候陈一周曾在公开信中就说啊 为了截留我们的团队有鼎盛时期的近2000人 逐渐缩减到现在只有80个人了 光是听到这儿就心里面你就不是个滋味了 对确实心里在流泪了已经 对了当时陈一周其实就已经坦言啊 就是将把人人网出手 他说呢他声明啊 他自己已经不再适合做年轻人的社交产品了 人人网他最近也是用的少多了 虽然一直到几年前他还是每天登陆 他们的这个社交做的比较牛的同事 也都大部分已经离职 虽然呢陈一周说他认为的牛 可能大家并不觉得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所以说谁来做 当时他就表态说肯定不会是他了 所以啊作为这个与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 一起成长的一个同龄人啊 看到这个潮起潮落之后 一些产品的更新啊换代啊 从早年的新浪啊搜狐聊天室 到后来的QQ校内开心 还有人人这种游戏的方式啊 也是一查一查的涨一批一批的换 不得不说啊这个历史的车轮是碾过 那当年多红火都有可能到现在啊 都是被淘汰了 这个江湖真的是太残酷了 没错互联网就是这么的无情 人人网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真的是无从知晓 但是互联网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日新月异的变化升级 都是极其迅猛的 那希望将来呢 我们还能就是与这个 承载了一代人青春梦想的人人啊 相逢在某一个地方吧 好了那这一节的财经世界 就先到这里 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我们再会